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啊 词曲 李宗盛 没别的地方去 赖在这儿气死我 就算是孝顺了 我没路走 娘给我一条生路吧 这个家 该走的不是锦云 是我 做错事的是我 全部都是我的不对 是我在外面爱了别人 毁了他的盼头 所以昨天离开家的 应该是我 既然知道是自己错了 就去把他接回来 还让他回来受更多的苦 娘要为我好 就请您让金凤五子 进这个家吧 好 那 就让我离开这个家吧 我现在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来跟我说这个 你跟他到外面 要是能活下去 你肯回来 现在都爬回来了 还有脸在说走 我回来 是因为还想当您儿子 是因为我知道江家 只剩下我这一个儿子 我不能丢下江家和您不管 好一个孝子 那你现在还来跟我说要走 那你现在撇下我和这个家 不管了 我都不想活了 还怎么当您儿子 昨天我没找到锦云 根本不想回来 想找个什么地方 就死了 算了 我的人生失败 无缺 我就是想 空着个脑袋 留着这躯壳 当您儿子 也没办法做到 这个家 待下去 我只会死 你让我出去住店里 让我还能呼吸 这样最起码 您还保得住江家唯一的儿子 你就是这么来当儿子的 你就这样用死来威胁你母亲 你还想出去让他把你害死啊 我倒宁愿看着你死在家里头 他要嫁人了 他要带着我的儿子 江家的子孙嫁别人了 我回来 原本还抱着希望 或许有一天 您会接纳他们母子 现在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那你正好醒醒吧 死心吧 他要嫁人 锦韵也走了 你正好可以重新开始 娘现在 就给你说个更好的来 你自己跳 我喜欢的就是锦方 娘 求求您别再安排我了 放手啊 锦云还不够 绿香还不够 我知道你受不了绿香 玉儿好 我先让她做你的三姨太 以后再慢慢来 玉儿好 玉儿好您能不能让她 出去嫁个好的 还拖她下水来绑死我 害死她 娘 别安排了 我们是您的子女 可是我们也是人 你就给我们点自由 给我们点呼吸不行吗 娘 你以为是为我们好 不怕我们子女恨你 可我现在都恨你 你哪里好呢 我们都不好 你又好吗 娘 娘 到底这一切 是为什么 值什么 因为真的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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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芒怎么锁起来了 那 你干什么 你竟敢动大少女人的东西 他人都走了 这东西不给我还能给谁呀 你脱下来 脱下来 我不许你穿他的衣服 别呀 你看 这旗袍多好看 我以前啊 就特别喜欢这件旗袍 觉得特别漂亮 想着那一天我穿上它 一定特别好看 好看吧 好看吧 你的那个舞女 是不是也这样穿啊 你脱下来 你不配穿 脱就脱 你脱呀 自己脱呀 你们可以说 把书房钥匙给我找出来 不给 县城的床在 县城的媳妇在 你今天就睡在这儿 我今天就把话跟你说清楚了 我跟你的那个大少奶奶呀 可不一样 一 你爱不爱我 我不在乎 二 我也不会去吃那个舞女的醋 你不爱回来 那就不回来 就算再也不回来了 我也随便你 在家里 你不想跟我说话 那就不说话 就算一辈子不说话 我也无所谓 就一样 你让我生出个儿子来 我就不烦你了 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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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既然要回家当孝子 那就得听大娘的话 大娘让你娶了我 不是让你冷落我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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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我瞎闹了 是 你听好了 你要那个女人 我可以成全你 我要一个儿子 你也得成全我 我那个金石布子呢 你给我操哪儿去了 谁 谁敢碰你东西了 谁敢碰你东西了 你听好了 我 要在江家有地位 你要那个女人 咱们俩互相合作 谁也不吃亏呀 你干嘛一个就这瞎闹啊 那个女人都去开武厅了 你还敢搬出去 你就不怕大娘生气吗 你给我想清楚了 你现在要是搬出去 让我一辈子守活寡 我还是赢啊 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 好 你个春大少爷 你走啊 走啊 你走了 这辈子就毁了 毁了 老婆婆 不好了大太太 大太太 大太太不好了 大太太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大少爷 大少爷他提着行李 出门了 哥 哥你别走 哥你去哪里啊 哥 你说这可怎么好啊 哥 你先跟娘说一下啊 哥 大少爷 大太太 大少爷说他要去殿里住 哥 哥 哥 乖上快拦住他 别让他走 好 是啊 好 谁儿的 娘 您怎么答应大哥住店里去了 大太太 您还是先回屋里躺着吧 去 叫二少奶奶过来 是 来 最后再写一笔 欢欢好厉害啊 你居然已经会写大字了 好棒啊 来 我们再写一个字 待会儿我去拿小点心给你吃好不好 来 这样 再写一个 你这个害人精 娘 你才弄走了大少奶奶 这达天又中了你的邪 也离家出走了 你们是不是串通商量好了 让达天跟那个舞女双宿双妃去了 是搬去店里住了 谁信哪 你快跟我来 大太太有话问你 娘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你要是敢把达海扯进去 我就让你死 跟我来 月儿 替我看着欢欢 嗯 大天是怎么了 那讨厌的媳妇不是都走了吗 还闹什么出走啊 你叫人把她抓回来没有 别让她跟那个舞女跑了 我大哥她没跑 她只是搬到店里去住了 谁信她的鬼话 店和舞厅就隔一条街 她晚上不回来 她晚上不回来 难道你真的相信 她和富贵在一起看店呀 娘 您可得想个办法呀 可不能让他们在外面 这么瞎胡闹啊 你说 媳妇不知道大哥 为什么要搬出去 你别把自己撇清了 这遗屋子人 谁信啊 禁奉都要嫁给别人了 怎么还会跟大哥扯在一起 我想大哥可能是这两天心情不好 想出去清清几天吧 真假假假 是拿幌子 来跟达天摊牌的吧 我说他怎么这样跟我吓胡闹呢 我看哪 他就是想挽回外面那个女人的心 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是进凤跟达海说的 叫你别什么都往我儿子身上推 他是没跟我说 不过 我不相信金凤会嫁给别人 我不觉得他心里放得下大哥 那就是幌子 就是想要达天着急 难怪早上他还跟我闹着 要娶他呢 就是啊 娘 您可不能让他这样闹啊 我看他呀就是找个理由来跟我闹 好跟外面那个女人好呢 周晴 你去找那个女人 跟他好好说 让他把那个孩子 交给我们江家 就说那孩子 我们江家认了 他把孩子交给达天 他也好嫁人 两个人了断的也能彻底些 娘 这怎么能认呢 这个孩子是不是达天的 还说不清楚呢 说不定是那个女人在外面的野种 我们江家怎么能承认呢 达天承认了 我承认了 用不着你在这儿大呼小叫的 娘 我是江家刚娶进门的媳妇 这 这怎么能接受一个来路不明的私生子 来分我大方的财产呢 放肆 谁让你嚷嚷的 江家的财产跟你有半点关系 我 娘 二娘 二娘 您倒是说句话呀 这个巫女已经让我们江家 丢进脸面了 现在还要承认她的私生子吗 二娘 这分明是要来分大方和二少爷的财产呢 怎么对得起江家的列祖列宗呢 大太太 你说这是怎么了 闹个半死就是不让这个小孩子进家门 这闹得锦云都走了 这 这 江家的脸面 我顾忌了江家的脸面 你们把儿子给我 我是拼了全力去跟外边那个爷女人斗 斗到最后 这媳妇没了 儿子也要没了 我再不把我儿子要回来 我没后 你没后 江家都没了后 你跟我闹 去吧 说死说活 也要把那个小孩子弄回来 他要什么 我都给 谁 这事儿媳妇办不到 办不到还是不去办 办不到 也不愿意去办 娘 我知道您也是想委屈求全 可是金凤 是不会把孩子交给江家的 这个家 这么恨他 看不起他 他怎么会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来受这个罪啊 你这媳妇也太不像话了 让你去办事情 你还敢顶嘴 我不是顶嘴 是没这个道理 我都认了他了 你还让我怎么办 难道非让他进这个门 才呵护你的道理 我从来就不赞成他进这个家 现在 我更不会赞成 你少来了 这个武女要是没有你帮 能闹到现在吗 人家来闹什么了 金凤要是不死心 他会出去开舞厅 他会出去跟人谈婚论嫁 娘 他都不来闹了 您还不肯放过他呀 达天他不死心哪 心 是长在人自己身上的 您是管不了的 放手吧 好啊你啊 这婆婆让你媳妇去办件事 你倒好 让婆婆别管了 这江家的媳妇 什么时候爬到婆婆的头顶了 感情的事本来就是 没有人能管得了的 江家不让金凤母子进门 他们只能自己渐渐死心 大哥也只会渐渐死心 这是娘 不得绝 下得棋 大哥说什么 也是不会离开江家的 你们怕什么 我倒是不担心 他会去找金凤 他只会一次一次伤心 等感情磨光了 心伤透了 也就死心了 只是 娘 心死了 他也不再会是您想要的 那个儿子了 那是 大太太 你可别听她的 她这么绕来绕去的 就是想让你的儿子 成全她的好姐妹 我没那个意思 是婆婆问我话 我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 不能不老实说出来 反了你 你一个媳妇儿哪儿来那么多人 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开口呢 滚出去 等我儿子回来就把你修了 修了我 你要是修了我 大海就会离开江家 你愿意 看看看看看看 看看他 他还威胁我们 是不是你知道你早晚要备修 所以敢开口什么话都说 不 出去吧 叫你来访我 我真是自己找罪受 滚啊 滚出去 去 大太太 都出去吧 我罚你 阿娘 汶 词 我 你 想说 我 弄 你 你 多乐 你 还有谁挽过 城外的遗落 还有谁等候 往事都散了 被风吹过 远尽头 该不该让你走 沉默的你依然 执着 其难救 却救了那座楼 空洞的心带上枷锁 二位 慢走啊 下次再来啊 好了 好了 常来啊 江大少 您还是回去吧 大少爷 金凤都交代过了 他不想再见您了 我知道 大少爷 大少爷 我离开家 没地方去 我不找他 就坐一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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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 她说她离开家了 她 她没地方去了 静云走了 然后 我也离开那个家 然后呢 然后 我就搬到店里面去住了 还是有地方住 还是在家里 那这儿 就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晚上店里没人 实在冷静 我听到你们店里的声音 远远地传来 就好像在上海的时候 要到舞厅去找你 在电车上面 远远地听到声音传来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就好像 你在呼唤我一样 你还是赶紧回去守你的店吧 这不是上海 也没有人在呼唤你 我坐下来喝杯酒都不可以 不可以 可以陪你喝酒姐妹的人 在上海 这儿没有你要的女人 陪你喝酒陪你玩 陪你做梦 被你骗死 请吧 你要嫁人了 我想清楚了 这样也好 我什么都不能给你 我是江家的子孙 你知道的 什么都不能给你 那么 毛毛 毛毛能给我吗 不给 好 好 好 让我做一做行吗 店里一个人都没有 实在冷静 坐 我这儿啊 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开舞厅的嘛 本来就是声张熟味的脸 一概不惧 旧的恩客上门了 新的乡孩也在 风月场上就爱新欢的 本来图的就是欢喜一场嘛 对了 刘老板 你和江大少爷不也认识吗 不如让他跟我们一块儿坐吧 大家一起图个热闹 也痛快啊 金粉 你们聊吧 别拿我开玩笑 刘老板 刘老板 刘老板你别走啊 该走的是他 刘老板 刘老板 你别走啊 好了好了 金粉行行行行 你看 你在这儿坐得好好的 干吗要走啊刘老板 坐会儿啊 金粉啊 这事你别把我扯进去 你们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你看 我跟他没有什么事情 要解决的了 你别这样 进去坐会儿吧行吗 我怕这样来来往往的 大家都不好做人 我我回去了 刘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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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重温救梦是吧 看看你还能想起些什么 铁牛 好 先收钱 他没什么酒量 哎 送一朵玫瑰花对你诉说 就求你不要不要拒绝接受我 我要你一生一世跟我走 你迷人的笑容让我冲昏头 你不要不要这样看着我 我知道你到底到底在想些什么 你想要想要把我的心全偷走 我偏偏偏不让你怎么容易就看透 不要躲着我 不要躲着我 我苦苦等候 我苦等候 我要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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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全部都给我 让你全部都给我 要我 要你 要你 要我全部都同住 让我全部都停住 送一朵 每个话对你诉说 求求你不 不要不要拒绝接受我 我要你一生一世跟我走 你迷人的笑容让我冲红头 你不要不要这样看着我 我知道你到底到底在相信什么 你想要想要把我的心全倒走 我便便不让你这么容易就看透 不要躲着我 不要躲着我 我孤苦等候 我孤苦等候 我要吧 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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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涌入我怀中 我孤苦等候 你自己搞清楚 你这个江家的媳妇 是我不要的 是大太太不要的 是你勾断了打喊 我们才忍着把你取经来的 这是江家 江家的媳妇不许顶嘴 不许讲道理 不许自作主张 不许说话 达海娶的她 只有达海能修了她 你别拿委屈给她受 反而啊 你得多受她的委屈 受不了了 达海就自然修了她 我回来了 太好了 你想吓死我呀 想我想得都发呆了 人家发呆也不见得是想你呀 臭严 那你想谁呢 不想我你想谁呢 怎么样 今天好不好 你呢 店里怎么样了 大哥还好吗 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 在这个家呀 他越呆越痛苦 你娘今天还去我们店里 劝我大哥要想开些呢 我娘今天去店里了 他去了五六次 我想好了 就让你娘啊 以后待在咱们店里 现在衣服卖得这么好 男装还好 女装啊 哪一件不得改一改的 她一个人忙不过来 还叫人帮忙了 你娘要我回来跟你商量商量 赚的钱该怎么办 当然是存银行了 别呀 我是说啊 现在店里这批货 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已经有客人开始 问下一批货什么时候到了 我觉得千万不能错过 眼前这么好的机会 我可以帮你娘 再进一批新货 让她在店里接着卖 不可以 这绝对不可以 那批货是以前的烂账 是迫不得已才放在 你们家店里卖的 我都娶了你了 还你们你们 你们你们 哎 我说的是我娘家 再说了 你大娘不是说了吗 愁不装店里 不许东卖西卖的 你还敢再进货呀 为什么不能卖啊 现在店里的生意这么好 店里很长时间 没有这么多客人光顾了 看了就买买了还要 这一定会赚大钱的 你不懂 赚大钱 店里生意好起来了 娘 没有 我们在说周晴那批嫁妆里的 旗袍跟西装 现在在店里卖得不错 我再劝她娘自己开个店 是吧 那多好啊 这么赚钱的生意 当然是自己做了 反正有二少爷帮忙嘛 你们呀都搞清楚了 这里是江家 想做江家的媳妇 就别拿江家 去周记自己的娘家 是 娘说得是 我刚才也是这么劝大海的 贤惠了 你也这么想 那我们店里面 卖的是谁的嫁妆啊 娘 这事大娘已经同意了 我也心甘情愿地这么做 你就别拿这种事 来为难你儿媳妇 这么好的儿媳妇 就应该疼 就应该珍惜 你要不喜欢她 不爱她 不疼她 我就带她离开了 怎么样 别这么跟娘说话 好 你狠 算你狠 生个儿子有什么用 媳妇 什么都比娘要紧 当初 要知今天是这样 我就应该把你给掐死 我受了那么多罪 到底是为了谁呀 娘 娘 娘 大海 去 去哄我娘 去 我娘就是得寸进尺 只是她老毛病了 没事 大海 那你就让一让她吧 一个当媳妇的 是不能跟婆婆争的 去吧 去呀 好 我去 不是 是 你 不是 邸子 是 你 我